好 华联强镇进入第八天 戴鲁阁沙卡当步道是重点搜救区 搜救人员以及机具今天分三路进行 分别找到四具的遗体 并且陆续挖出 而且检方已经采DNA比对身份 以下是我们所做的整理地震的相关消息 重型机具接力开挖 10号一早三台怪兽停进沙卡当步道 0.5K崩塌处 小心翼翼一开大石 上午11点45分 特搜队员成功接触到第一具遗体 击败焚烧过纸前 搜救人员抵达现场后开挖 就在第一具遗体下方发现有苍蝇飞舞 下午3点左右 拉出第二具男性遗体 疑似是游姓爸爸 下方又见到第三跟第四具遗体 相互拥抱在一起 深埋在地下3到5米处徒手开挖 那我们现在目前搜救人员 已经都全出入进去 然后准备待会可以脱棍的时候 我们就进去把大底座打包这样 所以今天这两具遗体是有机会出来的吗 对今天一定可以出来 挖出的遗体全部送往殡仪馆 游家阿嬷还有亲人前往殡仪馆认识 由于遗体埋在土石中 经过风雨外观严重腐烂毁损 难以辨识身份 恐怕还得借助DNA比对确认 搜救人员在第三具遗体身上发现的背包 跟游姓妈妈生前最后身影 后背上的黑色背包 就连上方的娃娃挂饰也一模一样 初步判定是游妈妈抱着孩子一起遇难 旁边还有另个背包 有四张证件就是缺爸爸的 至于失联的新加坡夫妻 沙卡当附近的一名农友 盗消防队说曾经遇过外籍游客 新加坡那个夫妻有没有 那时候跟一个也是老外的 他说还在讲话 还在讲话有没有 他们在讲话 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有没有 他说那两个夫妻走 他过来 他过来 地震一来他一掉头 他说没有人 那百分之百就是在大钢管 搜救队六人三选 持续前往沙卡当步道 1.8K大水管附近搜寻 不放弃一丝希望 记者众文报道